你問那個袁田先生 就是你剛剛提到就是說 其實你在十年之後 你到了看守所去看的 就是當初那個加害者 那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你想要了解真相 那其實在我們從事被害人保護的工作上面 其實我們一直感受到 就是在台灣的被害人一直覺得 他們在訴訟上的權益一直是被忽略的 所以他們一直希望 在訴訟上這個部分能夠被改變 對 那後來其實就是政府在去年 開始推動一個叫修制司法的 這樣的一個工作 那是讓加害人跟被害人可以來面對面 那我想這跟您在日本成立的那樣一個中心 應該是蠻接近的 那我剛剛想要請問就是說 為什麼在法庭上您覺得沒有辦法得到真相 就要面對加害人跟他面對面 您覺得您才能夠得到那個真相 非常謝謝你們來跟我們分享 我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常常跟人談死刑的時候 他們會說那在一個民主的國家 應該是民眾來決定有沒有死刑 那我當然不同意我覺得普世價值 比那個民主的那個觀點還重要 可是我想問你們身為被害者 你們會怎麼樣回答這個問題 謝謝 謝謝 I want to respond by saying that human rights are rights that no one can take away from you that no government, no faith system can take away from you that human rights are what you're entitled to just because you were born on this earth 我想要開宗明明就說 我們認為人權是一個不論在什麼制度底下 都應該存在一個最基本的價值 不管是在什麼樣的政治體制底下 都應該存在的價值 那有一份聯合國的文件呢 在世界各地呢都已經就是 有響應就是這份文件就是世界人權宣言 那這份世界人權宣言呢是在1984年的12月的時候呢 通過1948年的時候呢通過然後呢讓各個國家簽署 那這樣的一個世界人權宣言的背景呢 其實並不是突然出現這些世界人權宣言的 而是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呢 很多民主國家也參與在這些戰爭其中 在這些兩次大戰之後呢 世界各地的人開始去反省說 我們人類共同應該有的價值是什麼 也就是在這樣共同的世界各個不同區域的人民 跟專家代表在聯合國討論的結果之下呢 討論出了這樣的一個人權宣言 認為是全世界的人類都不應該捨棄的價值 而廢除死刑的這樣的一個根基 就來自於世界人權宣言的第三條 生命權的保護 我相信就像台灣的人民 不會忘記白色恐怖時期 跟228時期所發生的慘案 所以唯一能夠真正保護人權的方式呢 是要確保我們要從這些國家機器的手上 奪回他們可以任意的處置人命的這樣的一個權利 所以就像台灣曾經發生過的這些過去的慘案 台灣的人民也有責任來共同思考 哪一些人權價值是應該被流程下來 而不依制度的改變而改變的一種基本的價值 先ほどの質問是有的 先ほどの質問是有的 那一回到時 彼此罵罵 出生を送予 意外満面で言ったわけです 有效果會的雲平先生不斷地道歉 不斷地道歉 雖然去跟這位加害者見面的時候 他本來是帶很生氣的心情去的 但是看到他的少年他也沒辦法生氣起來 他就只好就是怒氣也平復了 就這樣子回家了 2回目 2回目からは タンデル長の弟を殺したのか 真実は何人なのか ということを聞き出そうと思ったからです それは本廷裁判では 諦めになってこないので必ずしも ここを開いてない 裁判の逃走だけによってしか答えは得られません だから本当のことをするために地下にあって 同じ目線で同じ考え方で 肌と肌を振り上げながら目と目を見て 顔を見ながら描くことによって 初めて 真実を飾られないかと思っていたわけです 自分の切り上げなのか 2次の切り上げた後 次は皆さんに尋問、どうしまして 他可以真的感受到這個人 他是有靈魂的 我心在回答他的 5回目 いきなり面会 差し止めの受け止を くらったんです あとちょっとというところで 心が開けて 彼らの話を聞くこと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 そういうことを思って 法務大臣の方へ 聴取する地下談判に行ったんです 聴診書を出して 地下談判に行ったんです ところが 裁量員が 公室署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で 法務署の方は 受け付けてもらえませんでした 第3次 第2次 第3次之後 第3次的時候 他是 越來越對他展開心胸的感覺 第4次的時候 他就覺得 就是從他的話當中 他終於可以了解說 為什麼當時會發生這件事情 那到了第5次之後 他就是 到最後一次就是第5次的時候 他終於就是 可以比較放下心來就是 聽這位先生說話 然後並且直接的了解他的心情 那他也曾經就是 因為 希望說可以連換 或是不要執行這個人的死刑 去跟法務部大臣 就是要令他法務部部長 去說這件事情 但是最後還是 連我們成功的 就是聽他的實習 這樣子 残念だから その子 国外名以降 会う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でした 本部大臣の意見も釣り寄せず 高校省庁から 国の方の機関に 金橋を通してくる そういう事があり コレ posible primarily 歪斷すばらしい それは所謂 education そういったりまた 只在多くから 全部不可能 それで最後都是思考的シriskowやアート 肩膀スクOKерь いうことを 自分合感 サイミングしたんです 那在死刑之前他就是到四處也去陳情希望說這個 因為如果說你把這個加害者出於死刑的話 那他不能跟這位加害者見面去更先一步了解當時的情形 所以可是他在到處陳情也出過也是四處被劈皮球的狀態 那很遺憾的還是之後 最後還是死刑就這樣子執行了 那一方 アップと純粋性 逐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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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に通信の方々のご質問というか 意見をお伺いします あの加害者の奥さん、子供が あの、被害者の腹筋に復元に向かって あの、生活されている あの、被害者の言葉を対して あの、被害者のことがないというのが あの、普通なと思うんです あの、普通なと思うんです あの、被害者の人格は 何かわらないと それからは、被害者のために は、被害者の家屬を 所以他要非常感謝這位同學提出這樣子的問題 好 謝謝 身為上面的語台人 好像就只有我不用翻譯了